黄毅晒写真穿半丝女王 以回应黄毅清判刑 自称是过往的幸存者 黄毅和黄毅清的这段感情 堪称是一部长长的电视剧 恐怕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但这么狗血的剧情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曾经的双黄恋如今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黄毅这些年的事业停滞 而黄毅清也被判刑坐牢15年 更惨的应该是后者 但也算是自食其国 广大吃瓜群众也都为母女俩感到高兴 但是黄毅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 直到六天后的今天 7月16日 黄毅更新动态 晒出了自己的四张美照 傅文非常有深意 每个人都是往事的幸存者 照片中的黄毅穿着一袭华丽丽的礼服 浑身烛光宝气 尽显高贵端庄和典雅 如同一个女王般充满力量 起初黄毅也会回对 但是想必他也发现 和黄毅清根本就不能讲理 后来索性就不做回复 只管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些年也没有人再找黄毅拍戏 哪怕是拍了收视率也是极低 黄毅清还会发文嘲讽庆祝 落井下石